獻上全球的家人們平安 我今天要接著上一次的分享 就是起來與神一同掌權 因為黑暗遮蓋大地 在神的心中只有兩個國 一個是神的國 一個是世上的國 而現在世上的國 正全力地要來抵擋神的國 可是神卻要做極偉大的工作 要讓祂的國度大有能力威嚴地 臨到全球 可是聖經講到說 神的國是在我們的裡面 祂不是在這裡 不是在你眼睛外面看的 祂是在人的裡面 所以我們在上一次在撒摩爾記上十六章 在十六章的這個 第六第七節裡面講到說 好 我們看一下 他們來的時候 撒摩爾看見以利亞 就心裡說 耶和華的受高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華卻對撒摩爾說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選他 因為耶和華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好 耶和華是看內心 你看連撒摩爾這一位 這麼成熟的神的先知 從小就在神的聖殿中成長的一位撒摩爾 從小就有能聽的耳 就聽神對他說話 可是連他要去告神所拣選的人呢 他就看錯人 他會看錯人 他會看到以利亞 他覺得這個一定是耶和華的受高者 一定就是這一位 可是神就馬上跟他說 你不要看他的外貌 他說 我看人不向人看人 人都是看外貌 我是看內心 神的國是在人的裡面 可是人常常都是被我外面 眼睛所看的 耳朵所聽的 來影響我一切的看法 我的決定 所以我今天就很有負擔 要讓大家可以稍微思想一下 神到底怎麼看人 到底在他的眼中 什麼是重要的 我們看一下以色雅書好不好 以色雅書第55章第9節 天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好 那神說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我不是跟你差一點點 就是說你的意念是這樣 我的意念就是再高一點點 不是 他說我的意念跟你的意念 是天跟地 差別這麼大 差別這麼大 哇 親愛的家人 我們真的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就神的想法 神的心思意念 祂為我們所預備的 祂說祂就是道路 祂為我們預備的道路 是最好的道路 可是人常常不明白 就好像現在的疫情 我們看見了什麼 是覺得沒完沒了 到底這個病毒什麼時候才結束啊 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停止這個居家隔離啊 可是神說 我其實要使這個病毒結束 都太容易的事啊 但是我在等你們啊 我這段時間就是要等你們 等你們跟我對齊 跟我合一 等你們夫婦合一 等你們父母的心歸向兒女 兒女的心歸向父母 我給你們這段寶貴的時間 要你們去使這個家建立起來 也就是說我創造人類 我最在乎的是得著一個家 因為我渴望跟你們住在一起 但是現在呢 自從亞當吃了分別生惡素 我那時候已經跟亞當講了 你吃的日子必定是 所以你看整個亞當的後代 所經營建造的這個世界 是一直帶向死亡 家一直的分裂 我昨天還聽到人家跟我講 他說哇 怎麼一大堆都有一個醫生啊 他說一大堆來看他的 他是一個理療醫生啊 他說一大堆來看他的都是憂鬱症 然後要嘛就是夫妻要離婚了 那要嘛就是父母覺得孩子還不去上學 什麼時候才上學啊 我快發瘋了 神造家庭是一個極美的 可是都變樣了 神造夫婦是要讓二人的相愛 因此可以體會神對我們的愛 神造的都是美好的 美好的關係 美好的家 美好的世界 就像我們加州一樣 我們加州 我真的覺得像加南美帝一樣 丟什麼就長什麼 而且長得好快 好大 好多 可是曾幾何時 這些年來 加州已經變到你嚇 真的是嚇人 怎麼有這種法律啊 你可以在路上 你可以去任何車子裡面 你可以去商店裡面 你任何搶的 偷的 只要950塊以下都沒罪 怎麼會有這樣的律法呢 還有孩子可以小 青少年可以自己決定墮胎 不需要經過父母的同意 怎麼一個美帝可以變到這樣 世上的國變到這個樣子 你知道神的心多麼傷痛嗎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神的百姓要起來 與神一同掌權 就像但以理 他被擄到一個很殘酷的國家 尼布甲尼莎王的底下 但是呢 因著他對神的認識 敬畏 神都可以跟那個王說話 記不記得我們上禮拜 講到但以理書那裡講到 神說呢 神說要讓這個尼布甲尼莎王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他說我做一切事 就是要等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然後呢 我才會再把王位再歸給你 所以你看這個是一個暴君 他的帝國那麼偉大 他的版圖疆界那麼大 但是這位看不見的神卻正掌管一切 他什麼時候要介入 他立王廢王都在乎他 那這一位神 他他說沒有權柄不是我立的 我們上次有講到羅馬書13章 所以我們上次就講到 那神要我們現今怎麼樣去 去為神像薩摩爾一樣 像先知一樣去 用這一票去高出神的受高者 還有藉著我們的禱告 禱告來讓和神心意的受高者 產生來執行神的心意 那今天就是因為太多神的百姓 不知道這位真神在乎的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他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而且是多高耶 是天跟地差這麼多的 所以我們在乎的是什麼 我們在乎是我的判斷 我的想法 我的在乎 我們總覺得我們的判斷 我們的分析是最對的 那我自己信主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讀到聖經有一些地方 我讀了我實在頭腦很痛不過 就是誰呢 就是這一位王 有關扫羅王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看這個 薩摩爾記上13章 8到15節 扫羅照著薩摩爾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 薩摩爾還沒有來到吉甲 百姓也離開扫羅散去了 扫羅說 把凡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 扫羅就獻上凡祭 剛獻完凡祭 薩摩爾就到了 扫羅出去迎接他 要問他好 薩摩爾說 你做的是什麼事呢 扫羅說 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 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 而且菲利斯人聚集在密末 所以我心裡說 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 菲利斯人嚇到吉甲攻擊我 我就勉強獻上反擊 薩摩爾對扫羅說 你做了糊塗事了 沒有遵守耶和華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 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 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 耶和華已經尋找一個 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 所吩咐你的 薩摩爾就起來 從吉甲上到遍雅民的基比亞 好 謝謝 那你知道我看到這一段聖經 我信主十幾年 我十年以後就全時間服侍主 我服侍主的前幾年 我每次讀到這段聖經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我 如果我是扫羅 我也會這樣做耶 因為薩摩爾你跟我講七日嘛 那我等了七日你還沒來嘛 可是敵人已經就在這邊了嘛 然後百姓都已經離開了 那怎麼辦呢 這樣我們已經打敗仗啊 那所以呢 所以我就趕快獻祭嘛 他不來獻 那我就代替他獻祭嘛 但是神有規定嘛 一定要薩摩爾來了才能夠獻祭啊 那他就是把神的話打一點折扣而已 可是我會覺得情有可原 因為事情很危急 然後是薩摩爾又慢了 他慢了 環境已經不許可再拖延了 那所以呢 我就勉強獻祭 那結果呢 神就說 就接著薩摩爾說什麼 他說 你若遵守耶和華 耶和華必在 你若遵守他的命令 守他所吩咐 耶和華就在以色列中 建立你的王位 直到永遠 那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 耶和華已經尋得一個和他心意的人 你知道這個和他心意 在原文 原文就是去尋求神心意的人 耶和華已經尋到一個人 是會尋求神的心意 就是這樣 那扫羅不是 扫羅就是隨著環境而變遷 隨著環境而轉化 是不是 因為你說了嘛 可是你沒有到 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那我現在就趕快補上去嘛 可是神要 祂所拣選的王 就是能聽的耳 而且要仔細聽 我就覺得說 哎呦 我如果是他 我就覺得我也很可能會是這樣耶 然後呢 你知道 撒末爾跟扫羅講了以後 你看扫羅怎麼樣 撒末爾起來 從吉甲上到那邊去 而扫羅就怎麼樣 扫羅也走他的路了 那所以就是說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扫羅這時候 跟撒末爾說 哦 我錯了 我錯了 我真的沒有好好的順服 再給我一個機會 他如果這樣 神還會轉 他的心意還會轉 但是他沒有 他就聽了 他就聽了撒末爾說 說那個葉華已經 要尋找一個 和他心意的人 替他做百姓的君 這樣 那他沒有回改 他沒有回改 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一下 十五章 好 我們來看九到十一節 扫羅和百姓卻連其假假 上好的牛 羊 牛毒 羊羔 並一切美物 不可滅絕 凡下賤瘦弱的 竟都殺了 好 那我們看看 神怎麼吩咐他 在十五章的第三節 現在你要去擊達亞馬利人 滅盡他們所有的 不可憐惜他們 將娘 男女 孩童 吃奶的 並牛 羊 駱駝和驴 進行殺死 好 其實神的這種 我頭腦也常常痛不過 我會覺得 這一些 孩童啦 吃奶的啦 牛 羊 駱駝 驴啊 這一些 那也沒犯罪啊 為什麼要進行殺滅呢 所以你看 扫羅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發現說 我跟扫羅好像 以至於我真的有十幾年 每次聖經讀到這 我心裡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覺得 我很可能也是像他這樣 然後呢 所以後來 我們看看神接著怎麼說 就是十三到十五節 撒摩爾到了扫羅那裡 扫羅對他說 願耶和華赐福於你 耶和華的命令 我已遵守了 撒摩爾說 我耳中聽見 有羊叫牛鳴 是從哪裡來的呢 扫羅說 這是百姓從亞馬利人那裡帶來的 因為他們愛惜善好的牛羊 要獻於耶和華你的神 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 好 那 其實扫羅是準備什麼 他跟百姓都準備要怎麼樣 要把這個善好的牛羊啊 這些是要獻給神的 是獻給耶和華的 其餘都滅盡了 所以扫羅他對撒摩爾說 他對撒摩爾說都說 耶和華所說的我全都遵守了 他是遵守了把敵人殺了 但是呢 對於牛羊女善好的 他也不是他其他的瘦弱的 他都殺了 但是他留下好的是要給神耶 所以扫羅是不是好意 是不是好意 是 他是好意對不對 但是神說什麼 神說我堅選扫羅我後悔了 他說我後悔了 因為他轉去不跟從 不跟從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所以你看神在乎的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也就是說神的意念 他在乎的是什麼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自由 雖然你要把上好的公羊的自由獻給我 但是我要的是你聽命 我要的是你順從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神這麼在乎這個 因為至高者他要在人的國中掌權 而人的國其實 撒旦已經講了 記不記得撒旦對耶穌說什麼 這世界和其上的榮華 都已經交給我 然後呢 就說 耶穌也說 這世界的王 在我裡面毫無所有 毫無所有 所以 這個神要把這個 撒旦掌權的這個世上的國 神要介入 祂要來掌權 祂要來改變 祂要把祂國度 帶到這個地上來 祂要把國度帶到這個地上來 所以祂需要藉著在每一個國家 祂拣選的王 祂說利王非王都自在乎我 沒有權柄不是我所設立的 所以這個王權必須是神拣選的 然後神拣選這個國家的王 這個王一定要完全順服他 什麼時候不順服他了 神會管教得很厲害 所以你看 扫羅只是一個好意 為什麼我會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扫羅所做的 我覺得如果我是他 我真的很可能也是這樣做 所以我就想說 那為什麼主啊 你那麼在乎啊 其實扫羅沒有犯什麼很大的罪啊 就只是留下好的嘛 要獻給你嘛 就只是時間到了 先知撒末爾還沒來嘛 然後我就勉強獻祭而已 是不是很小 我真的在我的小小的腦袋瓜 我覺得這不是大不了的事 但是神為什麼監選大衛 而且還在這個 《使徒心傳》說 大衛是合我心意的人 因為他凡事要遵從我的旨意 那也就是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After his heart After his heart 他是一個跟隨神的心 跟隨神的心意 神在乎的他在乎 可是你說那大衛也犯罪啊 如果他在乎神的旨意 為什麼神說不要貪念人的妻 他居然會這樣子的來殺害他的忠誠 奪了人家的太太 那為什麼 神一個人你是故意犯罪 還是你是受了試探 一時的犯罪 但是只要你悔改 神都可以赦免 可以赦免 所以神說我 神說他要再拣選 合他心意的人 其實他希望扫羅悔改 但扫羅沒有悔改 下一次又來一次了 殺掉這一些 亞馬利人跟他所屬的一切 那為什麼神這麼在乎 因為亞馬利人 預表的是什麼 預表是我們的肉體 就是說我們的肉體 是抵擋神的 因為亞當吃了分別善惡素 人就活在 是非善惡 聰明學問 那個又叫做知識善惡素 人在去尋求知識 所以知識有沒有不好 尋求知識有沒有不好 如果你尋求知識 你不是使你更敬畏神 你尋求知識 只是要更來說 人定勝天 我勝過 我們人是可以勝過天的 我尋求知識 我是要來彰顯我的聰明 要誇耀我的驕傲 這種是抵擋神的 而只有一個 就是認識耶和華的真知識 那個認識耶和華的真知識 是認識他在乎什麼 他可想什麼 他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會吸引你 開始一直尋求生命 你才有辦法徹底的脫離 分別善惡素 所帶給你的罪跟死亡 這個律 所以為什麼聖經裡面講說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和平安 因為聖靈 聖靈和我們的肉體 是跟聖靈相抵擋的 是抵擋 是相抗爭的 肉體 體貼肉體 使我們沒有辦法體貼聖靈 聖靈在我們的裡面 像鴿子一樣很微細 很微細的一個聲音 我聽到這個禮拜 我聽到好多位告訴我 說他聽了上一篇的信息 他真的明白神在乎什麼 所以呢 他說雖然我的經濟 在這些日子 這幾個月下來 因為政府的政策 我的經濟有很大的虧損 但是我願意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也就是說 神 你和你的國 才是重要的 這個世界 一定要讓你的國 來執掌王權 所以呢 我願意 放下我個人的傾向 個人的私意 我真的要在乎你所在乎的 就是那三點 就是那三點 在乎什麼 生命 在乎家庭 婚姻 在乎神所立的約 所以好多人開始改變 但是有些人 還是頭腦會覺得說 可是我還是不大懂得 候選人的這一些 那這個跟神的 神怎麼會拣選這樣的人 神怎麼可能拣選那樣的人 我會很在乎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聖經來看 神到底在乎什麼 因為這個改變我 我好多的思想 那為什麼神會拣選大衛 神會拣選大衛 我們看見大衛 當哥利亞來打仗的時候 大衛怎麼樣呢 哥利亞來打仗的時候 整個以色列的百姓都嚇得逃跑 因為他太高大 那 只有大衛 只有大衛 他一個人 他只是要給哥哥送食物去喔 到了那裡呢 看到這個人 然後你看大衛他怎麼說啊 我們看看大衛他是 沙漠祭上 十七 十七章二六節 大衛萬站在旁邊的人說 有人殺這費利士人 除掉以色列人的恥辱 怎樣帶他呢 這未受割離的費利士人是誰呢 他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政嗎 你看大衛想的是說 這個費利士人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政 大衛很知道他是誰 他很知道我們以色列軍隊是屬誰的 是永生神的軍隊 是永生神的軍隊 那他覺得你是一個未受割離的 你怎麼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政 他看的不是他多高大 他軍隊有多麼多人 他看的不是他的武器有多大的武器 多強盛的武器 他看的都不是 他看的是我的身份 我是永生神的軍隊 我們是萬軍之耶和華的軍隊 你怎麼敢來罵呢 罵政呢 這個在十六十七章 我們再看四十五 大衛對費利士人說 你來攻擊我 是靠著刀槍和銅擊 我來攻擊你 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還有四十七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 不是用刀用槍 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所以你看 這個大衛呢 他說 你來攻擊我 你是靠著刀槍和銅擊 而我來攻擊你 我是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一個名 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看得見嗎 看不見 刀槍銅擊是看得見 也就是大衛認識這位神 認識他的國 他國度的威嚴榮耀 所以他說 我來攻擊你 我是靠著他的名 他的名 比你這個刀槍銅擊 多大多堅固 你在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面前都算不得什麼 然後呢 他說 我要使什麼 使眾人都知道 耶和華使人得勝 不是用刀用槍 因為爭戰勝敗是在乎耶和華 所以大衛他很明白 得勝的秘訣是在乎誰 得勝是在乎神 而得勝的秘訣是在乎我對他的認識 我高舉他的名 就是這樣 而不是地上的物質刀槍 也不是地上的軍力有多大 都不是 這就是大衛對神的認識 而這些認識 是在他的私人的成長過程的生活裡面 他常常在敬拜神 他在敬拜神裡面 他在看羊的裡面的默想 的跟神的禱告 經歷神對神的認識 所以呢 他去攻打他的時候 扫羅本來叫他說 你不行了 你絕對不可能打贏格利亞 你不能 你連出去都不能出去 他說不不不 你知道嗎 我在看羊的時候 那個獅子熊來了 我去保護羊去把牠抓住 我把羊從牠們的口中救出來 而且他說 耶和華使我殺掉了獅子殺掉了熊 他都知道不是靠他 他說是耶和華來使我勝過獅子和熊 那神看見這一個人 神看內心 這一個人有保護羊群的心 我如果選他做王 他會愛惜保護他的百姓 因為神的國是一個愛的國度 是一個和平的國度 那所以他拣選的王 一定不能是一個自我中心 自私自利 為我自己 而是會愛惜老百姓 那他會這樣去愛羊群 愛羊群 不顧性命的去把羊奪回來 這是神很喜悅 也就是說神選人 都是在乎這個人裡面的內心 而他的內心如何 他在乎什麼 他怎麼樣想 你看他想就覺得說 他只是送食物去 就覺得說 怎麼可以有人這樣的 像永生神軍隊罵政呢 所以他就覺得不行不行 然後就說 怎麼都沒有人要出去跟他對抗啊 怎麼就這樣讓他任憑的 這樣羞辱永生神的軍隊呢 我去打敗這個敵人 他膽敢這樣的羞辱 萬軍之耶和華的軍隊 而親愛的家人 你在現今的世代 你有沒有看見 整個世界的國仇敵 怎麼樣的要來滅絕這個神 所設立的美善的國度 好我們來看這個短片好不好 一群利益衝突又固執己見的人 想討論出一致的決議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230多年前 在費城的美國13個州的55位代表 就在做這不可能的事 制定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 1787年5月 制憲會議一開始便爭論不休 唯一的共識是推舉隱居相間的華盛頓 擔任制憲會議主席 唯有他能服眾望 但華盛頓避免用聲望 來左右憲法的制定 因此很少開口 超過一半的代表 受過專業法律訓練 並且曾擔任過律師或法官 以職業分有商人工廠主農場主医生等等 這些人可以說要錢有錢 要學問有學問 有人精通羅馬法 有人熟讀大宣章 引經句點 誰也說服不了誰 會議越拖越長 6月28日 本杰明弗蘭克林終於忍不住了 他说前面四五周的一個小小成果 就是悲哀的證明了 人類理智並非十全十美 他回憶獨立戰爭時期 在這個大廳 他們定期向上帝祷告 上帝如何使我們打敗了大不列顛 先生們 忘了這位強大的朋友了嗎 還是我們認為已經不需要他的幫助 幾句話點醒代表們 每逢關鍵時刻都有不可思議的神機降臨 逆轉戰局 1776年8月 三萬兩千多英國正規軍 把不到一萬人的美國民兵包圍在布魯克林 一邊是酒精沙場裝備精良的虎狼之師 一邊是倉促成軍缺乏訓練的民兵 美軍被打得節節百退 英軍從三面合圍過來 華盛頓決定渡核撤退 而英軍一調遣艦隊切斷美軍退路 眼看包圍圈就要合攏 突然刮起了強烈的東北風 使英國軍艦無法前進 入夜 華盛頓帶領士兵們跪地向神祷告 然後開始撤退 臨時徵集的小船 從布魯克林往返曼哈頓碼頭 因船隻不足 撤退非常緩慢 眼看天要亮了 河上竟然升起濃霧 掩護著美軍 直到最後一批美軍 連同所有的物資安全撤離 大物才漸漸散去 正準備下令全监美軍的英軍指揮官 發現布魯克林高地空无一人 懊恼之余 不僅讚叹這絕妙的金蟬脱鞘 獨立戰爭中 美軍從未停止過禱告 1783年 英美兩國簽署巴黎合約 承認美國獨立 但這並不意味著前面就是康壯大道 到底要建成什麼類型的國家 代表們的政治理念和13個州的經濟利益 有很大差異 甚至衝突對立 弗蘭克林是代表中最年長 當時已81歲 他對那些血氣方剛的代表們說 先生們 我活了一大把年紀 年歲越長 越能見到這個真理的更多鐵證 上帝同管人類事物 聖經明確告訴我們 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先生們 我完全相信這句話 若非他願意幫助我們 我們所建造的這一政治建筑 不會比巴别塔好到哪裡去 弗蘭克林建議由費城當地的牧師帶領 每日舉行禱告會 他的建議成為會議的轉折點 可以說沒有禱告 就不會結束無休止的爭吵 沒有禱告就沒有美國憲法 就沒有今日的美國 而今天 美國又面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 建國先賢約翰亞當斯曾說 擊敗歐洲所有炮箭軍隊容易 管理好自己難之又難 基督徒管理好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 祷告 我們生命中無論遭遇困境還是一帆風順 祷告能給我們指引 祷告能給我們信心 祷告能給我們力量 親愛的家人 你有沒有發現 美國是神 是神 用祂的全能的榜貝所建立的一個國家 借著親教徒帶到美國來 他們以少勝多 根本不可能得勝的 我們剛剛看到三萬多的精良的軍隊 要包圍他們 然後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根本後路已經又要被切斷了 可是怎麼樣 華盛頓是帶著大家先禱告 他們說來不及了 像扫羅一樣來不及了 我們趕快撤退啊 趕快撤退 那一定是扫羅 他不是 雖然時間這麼緊迫 還是先禱告 禱告 然後呢 神就怎麼樣 神就刮起東北風 然後使他們的沒辦法 他們的船隻 殷軍的船隻沒辦法前進 然後呢 然後等到他們所有的後退 都後退到 連舊魚他們的物資都上岸了 然後那個霧才退去 東北風 然後接著呢 是神用霧 因為他們還是撤退得很慢很慢 神就用霧 大霧來攔阻殊殷軍 哇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那個雲柱火柱喔 在保護著以色列人喔 只等到他們最後一個腳都踏上 按上了 然後洪海才再恢復這樣 洪海才又恢復了 它的這個 這個才又淹過來喔 哇 你知道嗎 我每次看到 美國的建國史 美國的南北戰爭 我真的看到 這一個國家 是神所立的國家 所以呢 是 除了以色列 是神跟以色列立約 美國呢 是美國呢 是美國的這個創國的 立國的先賢們 跟神的立約 跟神的立約 感恩祂救我們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這個我們全都滅亡了 所以他們就一起要定立憲法 那結果呢 都是懂得大憲章啊 懂得法律的啊 精通法律的人啊 然後醫生啊 有錢有知識的 但是呢 怎麼定啊 怎麼定啊 所以後來那個誰啊 富蘭克林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太有意思 這四五週 一個總論出一個悲哀的結局 就是我們靠著我們的聰明才智 我們是定不出什麼法案的 我們是定不出憲法的 我們不能忘掉 我們當初會打贏這個英國軍隊 因為我們固定的 都一直在禱告 一直在禱告 而現在我們打贏了 我們卻一步憲法 搞了四五個禮拜 什麼都弄不出來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這個世界 世人憑著自己的智慧聰明 是沒有辦法認識神的 人只有跪下來禱告 所以我上個禮拜 上次講了三件神最在乎的 那我們就是要去看這個黨綱 我們要去看政見 我說了我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 但是而且我也不使自己固定在哪一個黨派 但是我每一次面臨投票選舉 我從聖經 我才知道我的這一票是很重要的 如果基督徒常常用我的智慧分辨 我就覺得都不合我意 也不完全符合聖經的意思 不完全符合神的意思 所以我都不去投票 你想想看 如果基督徒都不去投票 最終誰勝利啊 一定世上的王勝利的嘛 因為神的選民不去投票 怎麼去把神所高的 受高者的心意去選出來呢 那神說我給你們的權柄了 你們不在乎我在乎的 我已經跟你講立王一定是在乎我 所以你們不為我走出這一步去立王 你們只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裡面判斷 覺得這個不合我意 那個不合我意 我都不捲 我都不投 你知道嗎 那至終 神至高者有沒有辦法在人的國中掌權 沒辦法的 沒辦法 所以神他所在乎的就是合而為一的 基督徒啊 你一定要起來同心合意的禱告 如果已經講了神在乎的三點 你還是判斷不出 到底哪一個合神心意 你就去看黨綱去看政見 黨綱就是一個黨全體要完成的事 完成的方向 那政見是這一個候選人 他當選以後準備要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這個黨綱跟政見 符不符合神的心意 是跟神的國神在乎的一致嗎 那我就去選 可是你說 有些是跟神的心意一致 有些不是 那你就看誰的政見跟黨綱是最多一致的 跟神對齐的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世界越走越走 會離神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因為這是啟示錄二十二章所說的 就是說這個不義的會更加不義 聖結的會更加聖結 誤會的會更加誤會 唯義的會更加唯義 所以你一定要照著 就是說越到末後的日子 人的妥協是越來越大 人的敗壞 人的那個 就是那種妥協 以至於充滿著人的意思 也就是說 越到末後的日子 像扫羅這樣子的人是越來越多的 就是什麼 就是我經過這麼多年來 我現在信主五十年了 而我有十幾年 我都覺得我真的很像扫羅 我真的會去犯扫羅所犯的 後來我就越認識神 我就明白 扫羅比較 他不是什麼壞人 但是他是一個很屬肉體的天然人 就是一個很nature的世人 很自然的在肉體裡天然裡的 對每樣式的反應 就是覺得這麼好的 就保留住嘛 可以信給神嘛 就已經忘掉神說什麼 所以我真的是讀了這個以後 我開始就是常常跟神祷告 神你要給我有能聽的耳 受教的心 神特別對於他所高的一國的王 或者高的一個教會的領袖 一個家的頭 每一個場合的權柄代表 神說都是他所高的 他所立的 他說沒有權柄不是出於我 那他高什麼 他拣選什麼 他在乎的 不是你多有恩賜 不是你的學歷多高 不是你多能幹 不是你多有口才 他在乎的是什麼 你是不是很遵守他說的 很在乎他說的 那你看大衛 大衛第一個是認識神 他很愛神的這個國度 他覺得怎麼敢 可以別人這樣羞辱神的國度 來罵神的軍隊 第二個 為什麼沒有人起了公義的靈 來把它滅絕呢 任憑他這樣來嘲笑呢 第二個你看大衛 他在那個洞裡面 扫羅呢 就是已經在他的旁邊了 二十四章 我們看一下 《撒摩爾記》上二十四章 第六 第七節 對於跟隨他的人說 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華面前 萬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華的受高者 大衛用這話攔住跟隨他的人 不容他們起來害扫羅 扫羅起來從洞裡出去行路 好 你再念一下第四節好嗎 跟隨的人對大衛說 耶和華曾應許你說 我要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時候到了 大衛就起來 悄悄地割下扫羅外袍的衣襟 你看他的大衛旁邊的人跟他說 耶和華曾經應許你說 我要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 所以你可以任意地帶他 如今時候到了 這個如果是我們別人 這句話多麼摸摸我的心 對不對 因為扫羅真的像喪心病狂的一個王 就是說大衛沒有做什麼不 就是說做什麼傷害他的事 也沒有做什麼不聽他話的事 但是呢只是因為扫羅的不安全感 從一開始就是父女說 扫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就這樣一句話進到他的裡面 他就開始起了嫉妒的心 萬萬歸給他 只剩王位沒歸給他了 所以他這樣一起了嫉妒的心怒視大衛 那個地方講到說 聖經說他那一天開始 他怒視大衛 隔天呢 那個惡魔啊 惡魔就大大的降臨在他身上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裡面的那個嫉妒 不安全感所產生的嫉妒 就引來惡魔的合法的權勢 權力可以大大的臨到他的身上 然後他就開始 從那一天開始就常常會胡言亂語 然後呢 當大衛恩待他的時候 他也說我兒大衛啊 我真的看見你愛我的生命 明明你就可以殺掉我 你去存留我的性命 他就知道 大衛並沒有想竄奪他的王位嘛 他明明看見了事實 但是他已經有一個嫉妒的靈 已經有惡魔在他裡面 所以你看他接下去幾章 他還是一樣追索大衛的命 如果你是大衛你會怎麼樣 今天神已經應許了 而且神借沙漠高我了 那神又應許會 會除掉我的敵人 那這個一直要滅掉我的命 我真的我的命 隨時都會失去 那現在神把他送到洞裡來了 真的是神的心意 我就殺掉他 但是不是 大衛他很在乎神所設立的次序 所以他說他是耶和華的受高者 你知道他為什麼那麼在乎耶和華的受高者 因為耶和華的受高者就是代表耶和華 代表耶和華在做王 所以我斷不敢碰他 就這樣 雖然他一直冤枉我追殺我 要把我的命置於死地 但我斷不敢用我的手去碰他 所以他即使只割了一點衣襟 他只是要讓他知道 我其實對你真的沒有惡意 但連割了他的衣襟 他心都責備 都覺得很虧欠神 因為他是受高者 連衣襟我都不應該割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敬畏神 這叫敬畏神 敬畏神的人 會不會有一時地軟弱受試探而犯罪 會不會 會 他會一時地忘了神的命令 或者一時人的肉體的軟弱的試探 但是他悔改 他真實地悔改 而且他服於神的管教 他也聽先知跟他說的話 當拿丹來跟他說的時候 拿丹用比喻來說 拿丹就說 那個罪人啊 那個人啊 就是你 那大衛有沒有被冒犯 敢敢對王說這樣的話 你使我多沒面子啊 有沒有 大衛沒有 大衛馬上說 是 我有罪 我有罪 就這樣 然後大衛就 浮在神的管教底下 浮在神的管教底下 他的兒子死了 他仍然去敬拜神 他沒有說 我這個兒子也沒有罪啊 你為什麼就不能存有他的性命 我已經悔改了 他浮在神所有的律法底下 他浮在神的命令底下 他就是這樣 他會有一時的軟弱 但是神要管教 他都服 神藉著先知跟他講的話 他都服 這就是神拣選他的原因 神知道他是尋求我心的人 尋求我面的人 所以大衛在詩篇裡面 講了好多他怎麼樣的耶和華 我只有一件事 我就是要住在你的店中 瞻仰你的容美 尋求你的面 他就是這樣子的 這叫做他的心 他的心 可是我們今天常常就是 在我們人的眼光 人的耳朵裡面去看人 去聽所有的消息 然後去判斷的 親愛家人我告訴你 你在末世 你絕對不能去憑你的肉眼看 耳朵聽的去判斷 因為末世是謊言衝刺的一個世代 是謊言的靈很猖狂的一個世代 而你最需要的是禱告 你說我禱告就會知道嗎 是 你禁食禱告 神 你所喜悦的是誰 誰是你的受告者 如果那三點 或者你去看黨綱 你去看政界 你還分辨不出來 那你就禱告問神 神一定會讓你知道 但是你了解我們現在 這個國家 神所設立的國家 已經來到一個什麼地步 仇敵要摧毀這個國家 你知道神設立這個國家的命定嗎 神借著這個國家 兩百年耶 就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耶 神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所設立的這個國家 是多麼充滿了真實的給人自由 給人平等 以至於人在敬畏神裡面的富足昌盛 然後這一切的富足昌盛 是要祝福列國 是要祝福列國 所以美國拆派出最多的宣教士 他的富足不是為自己是為別人 但是現在仇敵他知道 他滅掉美國 全世界就會一直落下去 所以他氣憤憤的一直要來 把神設立這個國家的心意 你看我們的先祖 那個憲法 不是藉著這些人的聰明智慧所立的 五個禮拜都沒辦法 富蘭克人講 總結了四五個禮拜 一個悲哀的結局 就是讓我們知道 離了神 我們立不出一點法律來的 我們根本不知道 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這國家的方向是什麼 根本不知道 所以只有禱告 在禱告中 在基督的心意裡 在這位萬王之王的心意裡 我們才能夠合一 不是靠著你很懂大憲章 我很懂法律 你很有錢 你是醫生 都不是靠這些的 而是靠屈膝禱告 神就會把他的心意向我們彰現 我們才有辦法合一 所以美國所限定 立出來的憲法 跟聖經 跟聖經的價值觀 是非常吻合的 是先祖們跪在神的面前的祷告 祷告 那這個國家不可忘記 這國家是怎麼樣建立 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是以少甚多 以弱甚強甚 這正是神國做事的方法 而當你建立起來的這個國家 神超自然的祝福 你不可忘本啊 那今天我們基督徒們 無論是生在本地的 無論是你從外地移民來的 神都是為著要讓我們在這個國家 來執掌王權 把神的國繼續的帶到這個國家 讓神在這個國家執掌王權 那所以你除了禱告 你要去跟大家同心合一的禱告 然後去同心合一的明白神的心意 同心合一的去投出這一票 去告出神和他心意的受告者 使這個國家可以繼續維持 神設立這個國家的心意 進入這個國家的命定 不要失去這個命定 一失去這個命定就悲哀了 全世界都悲哀 所以你知道嗎 自告者在人的國中上去 我一直接到全世界各地的聖徒 無論是神的仆人 無論是代導者 各地各方那些愛主的神的兒女 神都跟他們講 起來祷告 起來為美國祷告 美國正遭遇危險 美國被仇敵打倒 全世界都遭殃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制高者 這就是他的國 全球都在他的制高者 在執掌王權 而他怎麼這樣執掌王權 他藉著他的聖徒的祷告 所以他一直叫這個人 半夜起來祷告 叫那個人起來 然後跟他說話 跟他說 誰才是我的受告者 你要去發聲 你要去對眾百姓說話 你會發現我們的神在治理一切 在治理一切 那在美國的公民啊 所有的基督徒啊 你知不知道神要你起來做沙漠 而且要聆聽神 人看人是看外貌 神看人是看內心 因為神的國 是在人的內心裡面 有這位王在掌權 所以你一定要跟隨這位王的心意 祷告 明白他的心意 去選出 去投出他要的這一個受告者 你說沒有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神怎麼可能選這樣的人 你如果都要用你的思想 你的標準 我告訴你 不但是現今的國家 沒有一個王是合理心意 聖經裡也沒有一個王是合理心意的 因為聖經裡 神早告訴我們 世界上沒有一個藝人 連一個都沒有 我不是檢選完全人 我乃是檢選他 他在這個時候 這個季節 他真的是願意照著我的心意去行 而且他會一直的聽我 我就檢選這樣的 可是你說 那我如果檢選出一個人 然後呢 後來他根本就沒有照他的證件去做啊 他沒有照他的證件去做 那你怎麼辦呢 你再投出你神聖的一票去罷免嘛 因為你的這一票 就是要高出神的受告者 還有呢 你這一票要監督 他有沒有繼續做神喜悅的事 他有沒有照著神的心意 照著他的承諾 去做合成心意的事 如果沒有 你還是可以用你神聖的一票去罷免 這就是今世的基督徒 你要起來做君王 做祭司 你要起來行動 你不能只活在你的心思意念裡的判斷 為什麼 因為我的 因為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而且是像天跟地的差別這麼大 所以我一定要倒空我的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我的認為 而來問神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剛剛那部短片 去完成神在這個季節 在這個時候 祂所要做的 那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起來 起來 神的兒女啊 起來 你要起來 與神 起來祷告 而且要同心合意地祷告 不能只是你一個人 一個家 我就覺得這位萬王之王都有策略 祂在聯合整個國度 整個全世界的基督徒 一直聯合 聯合 聯合 然後呢 一直建造和神心意的就是什麼 神要一個安息之所 祂說我要一個國度 我的國度就是一個家 這個家能夠彼此相愛 在我的心意裡面合一 我就會來住在他們的當中 我一住在他們的當中 我就會使國度平安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我們看這一節就好了 以赛亞書第九章第六 第七節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並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 測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征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 公義 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 萬君子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Amen 你看看 他這裡在耶穌降生前 五百多年前就已經預言了 預言說有一子要為我們而生 然後呢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你看看 千千卑卑的一個嬰孩要為我們而生 神的國度 神的國度是擔在那個千和的一個嬰孩身上 為什麼 因為他不需要他用力 他只需要他一直跟隨父的心意 每一步跟隨父的心意 神的國度 神的政權就會淋到這個地上 然後他說什麼 政權擔在他的肩頭上呢 他稱為奇妙測試全能的神 神永在的護和平的君 那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征無窮 哪一個至上的國 讓他的政權一直加征 那個平安一定一直加征 親愛的家人 神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就是要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母 那他說什麼 那個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對不對 這現在的全地都在遭咒詛 這個地越來越不為人效力 為什麼 因為每一家都在撕裂 特別是在選舉的期間 特別是父母跟兒女 只要一談到政治就撕裂 就大吵 這就是抽屜的軌跡 但是如果父母跟兒女 都明白神的心意 跟神的意念對齊 跟神的心意對齊 去選出去祷告出和神心意的 家應該是合一的 教會也不會在選舉期間就是分裂 你看看現在的狀況 不只是遇到選舉家撕裂 教會分裂 還有公司也撕裂 還有國撕裂 就是這樣 怎麼會到這樣亂到這樣的地步 我們現在是 神啊 願你的國大大降臨的時候 政權必擔在耶穌基督的肩頭上 政權也必擔在那一些 放下我的主觀 放下我的想法 主我要尋求你的面 我要自卑在你的面前 我要我要祷告 我要尋求你的面 尋求你的心 那神就會使我們在祂的心意裡 合而為一 而且我們可以選出一個 和神心意的王 以至於我們可以平安無事的度日 我們可以使福音廣傳 今天家人你知道嗎 在這個黑暗遮蓋大地 幽暗遮蓋萬民 各地都在暴動 亂 示威 整個搶 打 炸 搶 燒 這樣子的一個混亂的裡面 你知道神其實默默地一直在使祂的家成形 哪些人聽了祂的話 開始心打開 開始跟這個不再分你 你是哪一派的 我是哪一派 而是我們在基督裡 在基督的心意裡 在祂的聖經的價值觀裡 我們都這樣合一的時候 我們都這樣合一的時候 你會發現神的同在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豐富 當我們這樣子的禱告 禱告 就這樣一直除掉咒詛 你知道嗎 就是有幾個人一起這樣合一 這幾個都是權柄的代表 願意合一 彼此的不再講對錯 就是願意真實阿爸父要的是一個家 一個合一的居所 他們願意這樣的時候 就發現它那個城市的空氣就開始乾淨了 你知道嗎 那個空氣 山火 可以從195 就這樣一天裡面就降到了 不但是安全數值 而且是個位數 變成五 六 四 三 哇 這個叫除去咒詛 親愛的家人 你渴望這地的咒詛除掉嗎 你活在咒詛之下 特別是流無辜人血的罪 這種咒詛 你在這樣一個咒詛 因為他說這地有很多流無辜人血的罪 這地就造了咒詛 你活在一個咒詛的地上 你怎麼努力都沒用 你再有錢都沒用 你吸不了新鮮的空氣 但你活在一個和神心意的 大家一直去追求神的心意 讓神掌權在我的身上 在我們家中 在我們的教會 在我們的國家 你知道嗎 你活在一個被神祝福 除掉咒詛的地上 你可以吸到新鮮的空氣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 你不需要付一塊錢 你就可以吸收到新鮮的空氣 多棒 願主祝福我們每一位 活在祂祝福的地上 藉著我們的合一 同心 禱告 而且走出這一步 要去選 基督徒 你不能再坐在那個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誰是和神心意的 去選出這樣的受高者來 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如天地之別這樣高 所以我放下我自己的判別 就像這部影片裡面的那些 都是有錢人 有知識的人 放下自己的意見 放下自己的所擁有的 謙卑在神面前 才有辦法定立出一部 可以流傳千古的憲法 祝福全世界的憲法 而今天我們如果要再 擁有神賜給這個國家的祝福 而且藉著這個國家的命定 要成為全世界的祝福 我們一定要起來 與祂一同執掌王拳 今天如果大衛和少羅來競選總統 你會選誰 我們一起禱告 阿爸父 謝謝你 在你美善的心意裡面 你建立這個國家 你超自然地建立這個國家 父啊 謝謝你 讓這個國家的先祖 是這樣的敬畏你 所立的憲法 是合一地跪在你面前的 祷告所建立起來的 主啊 這個國家的方向 也是跪在你面前 尋求你心意所建立起來的 父啊 父啊 你設立這個國家的命定 你要繼續地持守 主啊 吹 繼續地吹 蘇醒的好 吹蘇醒的臨風 吹好 就在這個五七八一 猶太新年這個吹腳節的日子 接下來有這樣四次的 全球的合一的禱告 神啊 掀起你的百姓起來 合一地為你建立你的安息之所 好 讓你的國度 你的寶座降臨在全地 降臨在美國 降臨在全地 願你來執掌王權 主 政權與平安 必在你的肩頭上 釋放在美國 釋放在全球 必加征無窮 主啊 祝福所有 成為你名下的百姓 不在我自己 小小腦袋瓜裡面 去分別去判斷 而是我願意來尋求你的面 我願意自卑在你的面前 祷告 尋求你的面 好讓你把你的心意 一直向我們開啟 好讓你給我們的全力 我們可以高出你的受高者來 謝謝主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